早上吃羊腩煲 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凡介紹美食的時候 今天去哪裏? 在旺角 去道鄉吃羊腩煲 好像8點半後有一個1元洋藍煲 我們決定出去看看 現在是8點半 早一點上去拿了位 看看是否真的有這個洋藍煲 現在走過去在荷里活商業中心 就是這間道香茶居 上去再和大家慢慢聊 看到這個牌嗎? 道香茶居宵夜震撼1元洋藍煲 進來後真是很虛幸 為何這麼說呢? 8點半開球 雖然有很多很多桌子 都要等10分鐘才進來 我們今天就吃這個1元洋藍煲 它亦有半價酒水 老婆亦在畫一些小菜 因為它有小菜和火鍋 我們決定叫小菜就不叫火鍋了 看看再叫什麼 再和大家慢慢聊 剛剛下了一些東西 就是1元洋藍煲 上湯奧龍配衣麵168元 鮑魚氣鍋湯56元2個 鍋士蒸白鮮148元 碧綠炒醬拔棚168元 服務費54.1元 總數暫時是這個價錢 這是雪藏鮑魚氣鍋湯 每一位價錢是28元 裡面的材料有紅棗、蓮子、雞肉、鮑魚、日月魚、雞腳 還有一隻花膠 它的味道最突出的就是紅棗味 其次就是雞肉和日月魚的味 鮑魚本身就沒有什麼味 蓮子也是沒有味 它另外調了一點點鹽 湯是用汽鍋燉出來的 都飲得出 不像是煲的 湯都很清甜 味道也挺濃郁的 紅棗味和日月魚的味道 是很夠熱 很暖胃 你同不同意? 同意啊 這個湯真的不錯 我猜它真的是一鍾鍋燉的 所以應該我和老婆兩鍾鍋都有點不同 因為它裡面的材料 它不是真的這樣夾出來的 它應該是一鍾鍋燉 所以味道肯定有一點點分別 另外它的材料也算新鮮 總括來說是夠熱加好味 28元是抵飲 說說這個鍋士蒸白線 其實應該是士汁蒸白線 很簡單 不過用了蒸籠加一塊荷葉蒸 它這個位置就濃到很高的 你看一下 其實它下面有隻碟兜著一些豉油 它就墊到很高很高 變成我拍攝也比較麻煩 先說說鮮 它鮮也有很多塊 我們每人吃了一塊 也有十塊 另外豆豉那些東西 它也是沒有中過的 就這樣圓粒上 你看看 這次真的鍋士了 圓粒上 另外它也放了很多蔥 蒸起來不會過濃 另一個版面軟一點看 看不看 它沒有蒸過濃的 其實蒸過濃的鮮 你會看到的 它不是很白色 很近黑黑的 有些豉油汁的顏色 這些就已經是蒸過濃的了 咬下去已經不爽口 這個鮮咬下去也挺爽口的 也挺好吃 不會說霉了 而且這些鮮是很彈牙的 這個已經是OK的了 148元 如果做到這個水準 我覺得在酒樓是OK的 這是碧綠炒醬白龐 價錢168元 材料有雲耳 醬白龐 脆肉瓜 紅椒 蔥白 還有一些蒜肉 調味方面非常好吃 脆肉瓜仍然爽脆 很脆綠 很新鮮 醬白龐的顏色比較暗 但是鮮甜味一點也沒有減到 它本身的餐單就寫著炒原條橡皮膀 但是我就發覺原來橡皮膀 原條都是比較暗的顏色 就有少少怪了 平時我們在街買的橡皮膀 不論是刺身或者打火鍋那些 都會有一部分是比較雪白一點 另外有一部分 近膽位那裡 就會好像這種顏色一樣深色一點 但是那些雪白的顏色已經不見了 不翼而非 整體上那個數量 你就會覺得是比較細碟一點 因為 連脆肉瓜都切得比較細塊薄片一點 還有橡皮膀的數目也不是太多 所以我知道橡皮膀的價錢 一定貴過上次我們在魚鵝莊 尖沙序那家吃的炒帶子 但是它的片數和口薄又真是幾誇張 還有它說圓條 圓條應該的片數是會多一點的 因為它刀工都這麼好 切到這麼薄 雖然它用的器皿是比上次魚鵝莊的碟 但是整體上那個食物的數量 你看上去都是跟上次魚鵝莊 比我們那個小的茶碟 都不枉多樣 所以三個字 不值得吃 這個味道它都調教得挺好吃的 因為它本身的蒜蓉味很突出 它又加了少許鹽和味粉去炒 雖然本身的醬麥膀都有鮮甜味 它調完味之後 將味道更加提鮮 所以那個鍋器和味道去調教得挺好 這個鍋差不多最後來的 真的接近最後來 其實都挺划算的 一元 說真的它是奶貨的 其餘全部小菜它收回桂里一樣的 其實這裏 一元又不會說不足料 首先你看一下 筍 羊腩 我都暫時感覺到有六至七個以上的 最少有皮 有軟骨位 另外還有魚片頭 馬蹄 枝竹 大蒜 冬菇 冬菇還很大件 還有薑片也有 所以這個鍋我都不懂得說 不是這個蒜子來的 不是馬蹄 其實這個鍋真的跟外面羊腩煲 都一模一樣的足料 它收你一元 我很相信它這一元就一定虧了 只不過說你們 會不會來叫其他東西 譬如有小菜 其他小菜 特價 或者一個燉湯 等它可以圍回數 因為它這個優惠 八點半之後才開始 剛才也有很多人進來 這個鍋的味道也很好 還有羊腩我都吃得很棒 做也做不切 我等到第二第三輪才有這個羊腩煲 我老婆怕真的會沒有 說真的我也怕會沒有 她真的即整 變成她的材料 起碼做了出來 我覺得她雖然收你一元 說真的 一元就不是這些東西 但是問題 如果這裡正價是168元 我覺得她真的可以做給你 雖然是否真的好像168元那麽多料呢 我就不相信 但是問題是她也給你足夾 不會覺得客氣你做 這個鍋就真的很好吃 很好看 接著我就說說這個 上湯澳洲龍蝦配衣麵 168元 這個它真的是奧龍來的 整隻都走一走有 所以肉你看到 它表面是乾乾的 就不是煎了那一隻 它是酒油來的 它一走立即撈上來 不同煎 煎你會看到那些位置 是會有些黑的 因為它會受熱 落到鍋裡 或者落到鍋裡 總之大廚的鍋 一落下去 它就會有些黑的位置 這個一定是酒油的 因為它一大烹油 一走下去很快 一聲就上來 另外說說它有麵底 而且很有趣 這裏話就說上湯 但是有些芽菜在這裡 這個很久很久吃了 它的上湯 其實是一個憲汁 不是上湯 所以有一個大廚 跟我說過 上湯是沒有料頭的 那我知道 為什麼沒有料頭了 我都猜到略之一二 它是在哪間食肆做的 因為這些 其實不可以叫上湯龍蝦 這些叫做憲汁龍蝦衣麵底 不是上湯 和上湯是說不上的 因為上湯是一定有料頭在裡面的 沒有料頭的上湯 那些根本就不是上湯龍蝦 我感覺不到 這個我就覺得它很敗北 而且它這樣做 連芡汁也沒有味道 完全不是那樣東西 你只是知道龍蝦是可以的 168元 其實龍蝦就可以了 但是衣麵和汁是兩回事 不如就這樣上龍蝦給我算數吧 這樣真的不太行 所以這個菜完全不行 是根本做不到神髓出來 是根本說不上 叫做上湯澳洲龍蝦衣麵底 這餐來說我覺得最差是這個 來個美人招鏡 我們還有一塊羊腩 就吃完了 其實這個羊腩煲真的很足料 而且它的湯底真的很稠 我們都放了一些水 都還是很濃味的 所以這個真的很划算 因為食評再慢慢說 講講最後總食評 因為都開始晚了 因為它8點半開始 我們吃到現在10點半 最推介最推介 雖然這個叫一元羊腩煲 但是我告訴你 它完全超過一元以上 是很好吃 所以真心推介這個羊腩煲 是值得來試的 我來這間就是旺角的分店 可能每間店的質素或者量都會有些不同 但是我來到這間 量真的很足夠 很划算 很好吃 到這一刻 你剛才看到美人照鏡 煲的汁還是很濃稠 很好吃 不會因為混了水而稀 唯一最不推介就是龍蝦 它說有四種優惠 我其實會做一張餐單給大家看 它有四個優惠是特別便宜 龍蝦 上湯龍蝦衣棉 完全不行 它說就說上湯 我覺得它根本就是獻汁 完全不是上湯 這個就是完全不推介給大家的 其餘的東西我都覺得挺好吃 質素很平均 全部東西都 包括鮮 脆肉瓜和燉湯 都是很好吃的 你想想 我可以說脆肉瓜很好吃 那是不是很神奇 我告訴你真的有多好吃 因為老婆也會說 綠色的東西我真的不太適合 但是我這次竟然可以告訴你 這個是好吃 它這次這麼誠實 吃了誠實豆沙包 脆肉瓜今天它真的煮得很好 是很清、很脆、很綠 而且很爽 證明它平時不喜歡吃軟、軟滑滑的東西 例如番薯、南瓜之類 今天的脆肉瓜真的煮得很好 醬麥棚也是很鮮甜 有時候我們買了一些雪藏的醬麥棚 打算打火鍋落湯底 原來煲湯或者打火鍋落湯底 都會有腥味的 是呀 會有腥味的 我們試過買雪藏 打算煲一下湯 炒一下東西 是有腥味的 所以雪藏其實不新鮮 會差一點點 其實是因人而異的 有些人會覺得OK 但我們就覺得不OK 這個醬麥棚雖然不是很雪白 外表不吸引 但原來都可以發掘內在味 另外 這個脆肉瓜真的很鮮甜 很爽脆 剛才也賺了 難得我老公肯吃 都算是吃了一半 另外 湯真的很抵人 因為28元 料又足 容量又多 喝起來 你不會覺得 差一點 差一點 好像不足夠 平時我老公會讓我 喝多一點 他今天都算喝得多 是嗎 是呀 因為真的很好喝 平時我會喝一兩口 因為如果好喝的東西 我多數會給我老婆喝多一點 因為她很喜歡喝湯 還有好吃的東西 我也想她多吃一點 今天很多湯都很好喝 我自己都喝多了 所以今天我養得我肥肥伯伯伯 另外精線 雖然她的價錢也不便宜 148元 跟外面的小菜館一樣 試汁精白線都要百多元 但她想不到龍仔精白線 都要出好的效果 她是彈牙爽口 挺好 很泥味 她的味道挺有鮮味 跟豆豉和汁醬 都調配得很好 很順口 很配合 加上那塊河葉 蒸出來是挺香的 雖然汁大部分的醬油 或者醃料 跌了到碟底 但她的汁 一點都不粗口 不黏牙 都挺大塊的 不像近尾位 比較多骨 她也是挺多肉 特別是彈牙 所以要撐一下 龍蝦就差一點 龍蝦是新鮮的 有鮮甜味 但麵面的打芡 和上湯的效果做得不好 所以就覺得難吃一點 好了 最後我們再說一說 這裡八點半就會開始 大家記得 最早一點來 剛才我們八點三左右來 按飛其實都按到十幾個了 其實人多都會比較混亂一點 可能第一輪你點到羊腩煲 她會很快上來 我們第二第三輪 雖然她都一定給到你 但你會遲了吃 如果你不買其他菜 或者很簡單的菜 那道菜可能吃完之後 那道菜可能還未來 最好大家我建議 八點鐘就好來 先拿了飛 再下去逛街 或者兩夫妻去拍拖 逛街看看電器 都可以的 按完飛 她真的八點半才會再叫位 那你不用心急在這裡等 因為我們剛才都等 怕她會不會早叫 其實是不會的 大家拿完飛 下去逛街街 然後再上來 慢慢等她再叫飛 那就不用在這裡站 因為剛才我們站 大堂也有很多人 這就是小小提議 讓大家不要太晚上來 變成你等得很久很久 今天就說到這裡 喜歡看我的影片的話 訂閱讚好分享留言 多謝大家支持 拜拜 難得吃到一次羊腩煲 那個實物和圖片是一模一樣的 是很足料 很好吃 好大煲 好了拜拜